因為大陸是敵國 所以美國的軍艦過去的時候 沒問題 大陸的飛機來得不行 我相信很多台灣的民眾 是這樣講的 可是其實憲法也講 大陸其實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用陸海空軍 這個刑法去講的話 美國對於台灣的這些動作 包含剛剛我們在討論的 飛越海峽中線 為什麼在馬英九 這個執政八年時期 沒有這麼多的飛機飛來 也有啦 也有飛機會在外面繞或怎麼樣 其實我想其實觀眾朋友 除了覺得感覺不舒服 我相信大家會感覺不舒服 但是大陸的這些飛機跟軍艦 我的看法 這個賴老師可能更專業 他其實針對的是美國 並不只是台灣 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跟美國的合作是非常明確的 買F-16V 而且大家看一下 去年的5月的時候 梅建華說什麼 這個話題大家都曾經 梅建華說AIT沒有陸戰隊 那時候大家講AIT的 內湖的新館的Marine House裡面 到底有沒有陸戰隊 他還特別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個連結現在都還在 而且是影音的 不是只有 他講說很多人在問我這個問題 我跟大家講 我們只有為安雇員 可是現在突然前兩天告訴你說 裡面早就已經從2005年到2005年 都是陸戰隊了 美國會為了他的利益 改變他的說法的 美國也會為了他的利益 改變他的做法的 2月25號的時候 有兩艘的飛彈補給艦跟驅逐艦 我們其實很少在報導這些新聞 他也穿過了台灣海峽 我們不在乎解放軍在乎 所以他會覺得說台灣是越來越 跟美軍站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他的這個把台灣視為 如果一旦這樣子講好了 他不只是對美國也對日本 日本的自衛隊幾乎每天 如果平均以次數來講 他都要為了 這個大陸的轟漏或者是 他都要起飛的 他都要ADIZ的防空飛 他都要起來扮飛的 沒有發生過真正的衝突 可是天天都要起來扮飛 為什麼 因為大陸雖然跟美國 還有日本是有邦交 可是在軍事上 是大家都各踩一步不退的 現在台灣跟美國 越來越緊密結合了 美國也一再發言挺小英總統了 剛剛向各位也講 再繼續這樣子做 飛機再參與台下中間幾次以後 小英可能讓台面撿到槍 大陸故意把槍丟到地上讓他撿 讓他打誰 打賴心得 打半天他初選就過了 基本上是這樣講 所以這兩架飛機是為了小英而來 有人講說 我現在講一個趣聞 就是純屬趣聞 因為我上節目很少講趣聞 現在講的是趣聞 大陸很多人講說 因為其實大陸有很多人 更希望蔡英文繼續當總統 他們認為蔡英文再當四年的話 兩岸統一就進了 所以千萬不要讓他不可能當總統 連初選都沒過 這不行 所以趕快讓他撿到槍 看他身勢低 趕快飛越海峽中線 這是純屬網路趣聞 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的看法就是剛剛所講的 當美國在過去的八個月 有五次他的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也就是跟我們中華民國的海空軍 實際結合的同時 中國倒裡也會緊張 以前他面對的只是 你是我的一審 我們兩岸對於終究要統一 但現在美國介入了 而且是明顯介入 我剛剛講的例子 AIT從原本說他沒有軍人 現在告訴你他有軍人 說不定過兩個月以後 他連軍服都給你穿起來讓你拍 然後今年的暑假期間 如果颱風一來以後 美國的軍艦停靠到我們的港口了 就停進來了 他也沒有跟你說 這是軍事上的補給 他只是避風 大陸應該怎麼辦 他可能也要來一個軍演 所以這種軍事關係 他不是只有單純看台灣 現在目前總統是不是蔡英文 也不只是這麼簡單 過去在95的飛彈危機的時候 至少兩岸都不想打仗 所以他還會有一通電話來告訴你 李定位總統當時 馬上就接受媒體訪問人講說 那個是空包彈 就說不用怕 在基隆跟高雄外海的 港外的那個飛彈演習 是假的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的情報員也受到了一些 後續的這些追究 其實也是有一些不同的非議 重點是 兩岸其實不想要發生戰爭 那這些作為 我們不能去怪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本來就是 他踩得很緊 可是你支持蔡總統的同時 你也要知道說支持一個 希望比較堅持我們的主權 但是會造成對立的總統 他的結果的代價是這樣 美國現在願意伸手來 當我們的老大哥 可是他也只是做做表面 真的兩岸開戰的話 他到底會不會出兵 這也是個議題 或許他繼續賣武器給你 他不一定會出 他的美國軍人來幫我們 到時候怎麼辦 另外韓國瑜他當然是走得比較 就是希望兩岸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就用九二共識 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之下 至少我要去做聲音 有人覺得他這樣賣台嗎 現在也平均在打他 可是從李登輝過往的狀況 現在其實已經回不去了 那臘殘面剪刀槍 他的做法 他的確是會讓兩岸的這些 更加軍事緊張的狀況不斷發生 不過我認為其實 美國在對台灣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針對小營 他是針對於現在美國的政府 跟小營越來越緊密結合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在跟美國對抗的同時 他也必須要做出很多反制的一個動作 他必須要把台灣當成是他的內海 所以他的飛行其實不是只有 飛過海峽中線等等 他從日本的宮古島這樣子整個繞島 過去以後整個要把你包起來 一旦他要去模擬要是中美雙方開戰的話 他要怎麼打 因為到時候台灣一定會是美國的第一線 所以你要從這個角度去想 就會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行為 曾永賢是我硕士論文的口試老師 他是口試委員 他那時候是在調查局裡面服務 我那時候在政大東亞研究所 讀硕士 我因為研究決策過程 所以後來學校裡面就請他來 擔任我的口試委員 因為他比較了解大陸 他對共產黨的決策系統 的了解的程度很深 所以請他來當我的口試委員 那我就因為這樣 而認識了這個曾老師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對於李登輝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成熟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當然要建立一些危機管控的 一些的 18套劇本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要做的事情 那你怎麼跟中國大陸的高層 能夠建立 而且是能夠掌握有 非常重要的 在危機關頭的時候 能夠附詳通訊息 而這個訊息 能夠是可靠有效的 情報是一定要可靠有效 而他不是一個 隨時說我一個神秘電話 那個神秘電話 是一定是被確認 我認識那個對方 而且我知道他的身分 我跟各位大概報告一下 曾永賢他的二哥 是原來在 是台灣到日本 找稻田大學留學的一個學生 然後他加入共產黨 日本共產黨 他跟大陸的共產黨 也建立了非常密的關係 因為他二哥的關係 跟葉劍英的二兒子 叫做月顯林 他們也建立了一個 很緊密的關係 曾永賢就因為他二哥的關係 也加入了共產黨 他是被我的另外一個老師 叫做郭華倫 郭老師 他當時右捕抓到的 因為那個郭老師 原來也是共產黨員 他是東南局的 非常高階的 可能比鄧小平的位階 還高一點 然後他也是被我們的 當時的總統局抓到以後 那麼由左變右 然後到台灣來 然後他策動了一個 右捕曾永賢的一個行動 所以把曾永賢抓到了 曾永賢抓到以後 曾永賢也從左變右 就是進入調查局裡面 來為我們服務 因為他們太了解 台共跟日共他們的一個做法 所以他們就協助調查局 去對於台灣的潛伏的共黨 共諜 那麼開始進入 那麼提供很多的 情資跟分析的一個方法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本身跟大陸 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李登輝 李登輝也就是能夠掌握到 了解到曾永賢 可以跟大陸的共黨 他們可以連結 那麼因此就由曾永賢 那麼他到北京 見了楊尚昆 其實楊尚昆那時候 已經沒有真正的實力了 最重要的是 楊尚昆旁邊的那一個人 叫做月顯林 月顯林就葉劍英的二兒子 剛講的 那也就是因為葉劍英的關係 他是總政聯絡部的部長 總政聯絡部的部長 就是總政負責對台情報工作的 最高的一個領導人 所以他跟曾永賢就建立了 這樣的一個聯繫 每一年他們大概見兩次 有一次 有些可能在香港 有些在澳門 有些在菲律賓 有些在其他的國家 每一年會見兩次 每一年見兩次 他們的活動的一個方式 是因為1993年 葉劍英就從總政的聯絡部 轉入了凱利公集團的董事長 這個以董事長的身分 他們就一直建立這個聯繫 那麼葉劍英跟他建立聯繫的時候 一定會帶有親信 而那個親信也一定會跟曾永賢 他們建立聯繫 這樣的情況才能夠確定 這個情信是可靠的 這個情信一旦必要的時候 打來電話 接到的時候 那個情資是可靠的 所以為什麼曾永賢 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 而他會確認 這個電話的情資是可靠 馬上改變行程 去見李登輝 那麼跟李登輝做報告 李登輝為什麼會相信 那就是因為這個情報的建立 這種秘密管道的建立 都是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 一個互信 相當長時間的經營 才有辦法建立起來 所以才確立的說 我們會打導彈 但是不會落在台灣本土 那麼不需要有過激的反應 但是我一定要這樣處理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境下 史李登輝才鬆了一口氣說 兩岸免打了 不會打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危機管理 台灣現在以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方式 什麼管道都沒有 什麼方式都沒建立 那你一個危機一旦發生 沒有任何通報機制 沒有任何訊息通報機制 這個是給台灣帶來多大的一個危險 請 principals